開放個其他黎明之前 不好意思 我先報告一下現在的時間 因為現在是晚上九點鐘 那我們是想說 是不是今天可以在九點半的時候 可能我們必須要做個結束 那我想也不要拖大家太多時間 所以等一下開放個黎明的部分 請大家就是盡量簡短這樣 謝謝 客房間位 大家好 各位黎明 我是這附近的黎明 我住在這很久 那我在這邊我是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這塊地 是大安森林公園的四分之一 那麼大 整塊幾里 是6.4公頃 那我們這個整個信義區 你看別的地方有植物園 有大安森林公園 有現在的228公園 有河濱公園 有什麼公園 我們這邊就是一個山 那那個山當然也有樹 可是我們以後是四分之一 是老人家 那老人家是不可能上山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福德平宅裡面 很多的老人家在裡面休閒 那除了老人家以外呢 還有一些婦女在裡面跳舞 那我不知道現在這樣一個設計呢 我們怎麼樣達到這樣一個目的 就是說讓婦女在裡面活動 在那跳舞 我看這個樣子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達到 我們平常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在裡面幹嘛 有人在那 旅長曾經說了他放了那個桌子 讓人家在那念經啊 有人在那下棋啊 很多很多的活動 還有人在那打棒球啊 我為了這個事情啊 我已經寫了六十篇的報導 在那個公民新聞平臺 提這件事情 那我的訴求是信義綠鑽森林公園 為什麼我這樣想呢 因為我們這邊真的是沒有一個 大的公園 跟別的區比較起來 那我在想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整個保留下來 成為一個森林公園的話 那我們旁邊的所有的這個 這個里民的這個地呢 都可以跟建商和建做起來 那但是這樣的話 又有人會有意見 我今天又跟 我一直跟大家在溝通 說這怎麼辦呢 這是國家的地 它應該是給這個社會福利的人來使用啊 但是大家想想看 你看我們這塊地 三分之一 是已經變更地木 成為什麼呢 成為了這個商業用地 那商業用地就沒有社福了對不對 沒有社福 那它是商業用地 現在蓋成大樓啊 我們可不可以借一下 剛剛那個里長的那個圖 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 剛剛那個里長有一張圖 好 沒關係 那張圖非常的高 我們可以知道 那有多少層樓高嗎 那整面就是在這個 這個信 信 就是我們這個 福德街的這一面 二十四層 二十四層請問有多少戶 有多少戶數 因為那邊是要蓋成什麼東西啊 可不可以講一下 讓大家想像一下好不好 我們要想像一下 將來我們這個會變成什麼東西啊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是至少我上次 我做的第一篇報導 因為我非常不捨得 我就做了一篇報導 我去照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我在那照 我照的第一篇 我還照到彩虹 我從那照過去那邊是樹 然後這樣照過去我照到彩虹 那我不知道我們現在 剛剛說二十四層有多少戶 兩百多戶有多少人 兩百多戶 你是說二十幾層 一層 一層四個 一層四戶 三戶 三戶 所以是多少 兩百多戶 那一戶多少人啊 那沒關係 我現在是 反正 我這裏就是 我今天是 今天是 我現在是 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你要 你應該要 我現在要 對面最好 沒關係 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 這個 謝謝 我只是想讓大家想一想 這麽高的房子 而且那個是 那我是希望 我的樹呢 我希望是大家都保留下來 然後呢這附近的 就可以像大安森林公園的 那個全部都蓋起來 蓋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它開成二十幾層 它是有加一些容積率的 所以這個容積率加在 我們周邊的 這個 李明身上對我們有很大的 好處 我相信比現在這樣的情況 應該是更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考慮 這樣的一個選項 好不好 我的方法並不一定 大家可以認同 但是也請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們住在 高樓大廈裡面 然後看下去是一個 四分之一的大公園 在整個 整個信義區裡面 我們跟大安森林公園 是等值的 那你這樣看看 我們這塊地 是不是就成為一個寶地呢 這只是提供大家 做這樣的思考 好不好 謝謝